在历代的《假面骑士》中 有这样一部神话色彩的作品 他舍弃骑士昆虫的原型 启用古代故事中鬼的形象 不仅使得颜值十分独特 易于前几部的巅峰之作 而且相关的背景设定 以及使用的战斗技能 更是区别于以往的骑士 故事的主角是山中修行之人 通过努力获得了鬼的能力 进而变身为各类鬼战士 而他们面对的敌人 则是民间传说中的魔化网 可守护其成长的童子与鸡 由于是恶意诞生出的躯体 因此战士们只能通过乐器 产生清澈之音的音机 才能彻底地将其击败 基于这样的特殊设定 本剧起名为音机战士响鬼 故事开始于一位初中生 他名叫安达明日梦 学习成绩十分的优异 并且喜欢吹奏铜管乐 然而随着中考的到来 他发现自己理想的学校 铜管乐社团很是一般 于是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这时老师上前安慰 示意他询问父母的意见 等到周六放假的时候 明日梦跟随母亲坐上轮船 一起到五九岛参加法事 并表示选择以前的学校 完成学校的志愿填报后 明日梦完全放松心情 欣赏着海中乐器的海豚 此时正在一旁的响鬼 也同样望向远方的海豚 他礼貌地向明日梦打招呼 却遭到对方的不屑一顾 过了数分钟后 一位小男孩爬上行李箱 正在这危机时刻 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他 凭借着练习两年半的身手 顺利地将小男孩救下 看到这番景象的明日梦 也逐渐对他产生好奇 两人也因此意外结缘 随后两人一起上屋九岛 明日梦继续跟随母亲 寻找着做法式的地点 而响鬼开始自己的任务 在此之前他联系组织 表示自己到达了地点 而电话中的人用委婉的语气 告诉响鬼在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给自己带礼物 结束几分钟的对话后 响鬼开始正式上路 这一次响鬼的特殊任务 是寻找用作武器的神木 为了探查附近的情况 响鬼从腰部拿出圆盘 将其启动为英式神千英 正在响鬼动身的同时 树林深处却出现了异样 肩负使命的童子与鸡 守护魔化网的生存环境 必须提供足够的养育饲料 为此一起组队的两人 猎杀上山游玩的行人 让魔化网进一步成长 另一边参加法式的明日梦 成功找到举办的地点 与赶来的长辈一起吃饭 在此期间他们询问明日梦 关于学习的经典问题 明日梦不想理睬地回答 为了逃避眼前的许多人 明日梦和自己的表姐 一起来到树林游玩 随后准备向树林深入 寻找那棵十分出名的树 这时响鬼突然出现 表明自己前去的地点后 三人心领神会结伴而行 不料意外却发生了 消失的明日梦表姐 被童子与鸡带至另一地点 准备献给魔化网当作食物 在这异常危险的时刻 因是神妾英与琉璃郎 及时赶到这片区域 童子在战斗时先行躲闪 而一旁的鸡被琉璃郎所伤 伤口流出白色的液体 这时响鬼抵达现场 是一名日梦照看表姐 随后赶往战斗的地点 眼看英式神遭到束缚 响鬼立马变身应战 两人健壮也恢复原形 化身为鬼童子与妖姬 紧接着释放蛛丝攻击 两人所使用的攻击方式 是魔化网的部分能力 响鬼在背后紧紧追赶 双方在树上来回跳动 寻找敌方破绽四击而动 击战几个回合后 响鬼蓄力一击打落妖姬 而怪童子趁机发起进攻 将响鬼悬在半空中 正在这危机时刻 挣脱敌人控制的响鬼 一脚击落空中的鬼童子 随后跳至地面战场 这时十分好奇的明日梦 在一旁观看着战斗 响鬼剑撞张大嘴巴 释放鬼火攻向鬼童子 紧接着连续几下重击 将对手打向了明日梦 为了防止他遭受伤害 响鬼上前挡下攻击 并竖拳将鬼童子击退 最后使用鬼火进行堵刀 瞬间将对手轻松击溃 见此情景明日梦慌忙逃离